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 位于屏东县纯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 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旅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起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怀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嗷嗷待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肢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宛言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顾名中华护生卷 顾名中华护生华 天车 传代仇卷 葛萱 成语 以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m 阿湛陀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 早期的壁画最古 第九部《乾壁残记》中 会有佛陀传和佛本身故事 第十部的右臂会有梭姆 右雅百相本身和礼拜菩提树等佛教题材的壁画 推测约坐于公元前一世纪 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 所表现的人物和生活场面 与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德 桑奇塔塔等十颗佛教一起相似 阿湛陀中西的壁画更为辉煌壮观 《金美结论》 当时正值几多王朝与古典主义文化的皇前时代 佛教美术也达到了定神起义 创造了大量几多诗的雕刻绘画 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 画面构图更为与中国 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沾满 布局紧凑和写 此外 第十六窟中佛教故事中的南陀皈依 十位臣显大神通和善生施舌等也都十分精彩 例如第十六窟南陀皈依中 南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 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 又第十七窟太子与嫔妃劝九徒 极尽艳婉之群壮 顶窗会室的侍女和门外众多的美女 都风之错约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颜色 此时期各顾的前廊 天井和列柱 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 想象丰富、色泽鲜艳、对比强烈 如卷云、曼草、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 阿湛陀晚期的壁画 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 保留比较完整 为阿湛陀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座 第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结较大 最入名的是持清廉菩萨像 妙像庄严 头戴宝贯 肌肉匀称 窟内潜壁的波士世界来潮图 则反映了印度和波士平稳通好的场面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 第二窟时代最晚 其前廊壁上与藻井等处都有壁画 壁画和调刻中的人物 如王、后、太子、宫女、武士、平民 所表现的不同生活 以及佛菩萨、天女、以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 在造型上我能传出内心情感 刻画神动 阿湛陀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 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 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 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中国墨高窟的壁画 日本法隆寺的壁画 还有斯里兰卡习吉林业的壁画 都与之遥相无印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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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